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一个短线呢 王良没有预设任何的立场 我认为大盘呢 涨到9300点之后 它很可能会先进行整理 然后才会有进一步的这个突破 所以在未来的一两个礼拜 大盘很可能呢 就是一个整理整理的一个行情 所以不管是大盘指数也好 或者是一些个股 它都有可能涨 也有可能跌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呢 去观察未来行情的一个发展 那么今天这个盘为什么跌了16点 大家还是觉得它很强 因为本来大盘呢 跌到了9194点 本来这个盘呢 跌了多少 跌了这个100多点 结果呢 慢慢的往上拉 而且最高呢 还拉到了9314点 跌了100多点 又往上拉了100多点 所以大家当然会觉得说 这个盘它是很强的 对不对 不过对未来的一两个礼拜 我呢是有一些保留 那么今天大盘的成交量呢 只有589亿 所以从长线的角度来看 台湾的股票市场基本上呢 它是还没有达到一个过热 然后要反转的一个境界 但是为什么王良之前看这个盘 都看得非常好 可是在今天呢 却有一些保留 我跟各位说 因为大盘涨到9300点之后 各位可以发现喔 其实现在这一个盘呢 它又回到之前整理的区间里面 那么它没有继续的呢 往上走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现在这一个行情 它还是处在一个大中段整理的区间 那么如果是一个整理的区间的话 现阶段来讲 它当然呢 有可能涨 有可能跌 总而言之就是继续的整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到底要做多还是要做空 我要告诉各位喔 其实喔 这个行情 它是可以做多 也可以做空的 我认为很多个股呢 它是多跟空呢 彼此之间呢 是不一样的 而且跟大盘指数呢 也没有绝对的联动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针对个股呢 我们就必须要用 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 那针对个股的一个操作呢 王良原则上会以做多为主 不过刚刚王良告诉过各位 对于未来一两个礼拜的行情呢 王良是采取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 没有去预设立场 也就是说 这个盘整理到后面呢 它往上突破 趋势往上 那就做多 对不对 可是如果趋势 它产生转折了 往下反转了 那就要做空 我们没有必要呢 事先去做预测 如果你问我 明天的行情会怎样 王良会告诉各位喔 其实我不知道 我不可能事先知道 明天的行情呢 是会涨还是会跌 对不对 但是呢 王良要告诉各位的是 这个盘既然在整理 明天呢 如果是跌的话 其实大家也用不着意外 那么你们再看下去喔 这个盘 它虽然是在9000多点 其实有些股票呢 它很便宜 有些股票呢 它在低档 我举个例子 王良在上个礼拜呢 带会员买进过的友达 王良带会员买友达 是买在12.35 那么今天的友达股价 是出现拉回 那最低呢 是12块 最低是11.95 那收盘价是收在12块钱 那这档股票 当然看起来 今天是不怎么强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如果它真的 它真的喔 跌破了王良的停损价的话 那我会停损 为什么 不是说跌破了停损价 我就要认赔 我给大家换一个观念 我们这样子思考看看 也许各位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呢 是比较可行的 如果友达 它跌破了王良设定的停损价 那么我是设在11.9 如果它跌破了11.9 王良就做停损的话 那其实呢 我不是因为 它跌破了11.9 我就要认赔 不是这样 而是喔 如果它跌破了11.9 这是我的一个停损点 那我宁愿呢 把这个机会 让给别人 因为你表现不好嘛 你表现不好 是不是就应该 把机会让给别人 对不对 什么叫机会 就是运用了 这笔资金的机会 所以就王良想要表达 如果友达跌破了11.9 王良会把它给卖掉 不是因为将来 友达都不会涨 绝对不是 而是你要遵守你资金管理的原则 对不对 可是呢 你还要用一个比较积极的角度去思考 那就是 如果我今天 把它给卖掉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笔资金 挪去做别的股票 对不对 所以对我来说 股票没有那种非常不可的 如果真的不行 那就应该把机会让出来 那就应该把机会让给别人 对不对 所以你们再看下去 今天的友达 他最低呢 只有到11.95 他没有跌破11.9 所以王良还是留着 王良还是留着 那么再来呢 包括像金英 金英王良的成本是12.35 也就是说 今天他就算在震荡 金英这档股票呢 王良会员手上的 还是赚钱的 所以呢 可以不用理他 所以可以继续的持有 那么再来呢 在今天转强的哦 还有一档股票 我认为他比大盘还强 这档叫TBK 为什么 为什么王良认为 他比大盘还强 很多人看到TBK 都会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 我做TBK 从来没有赚过钱 我每一次做都赔钱 对不对 可是我跟大家说 那个是过去的经验 跟未来 它不见得有绝对的关系 那今天这个盘 开盘的时候 往下杀了超过100点 王良刚刚说 我认为TBK比大盘要强 对不对 因为哦 大盘开盘是跌掉了 100多点 可是TBK 开盘呢 它杀了不多 杀几毛钱而已 对不对 那收盘的时候 大盘最高是 9314点 可是收盘的时候呢 大盘是收在 9290点 所以距离今天的最高点呢 差了多少 差了24点 可是呢 大家来看这个TBK TBK在今天的收盘 是收在50.5 这个50.5呢 是今天的最高点 也就是说 大盘往下开 往下杀了100点 TBK没有跌 对不对 它还拉上去 大盘尾盘呢 往下拉回了24点 结果TBK的股价呢 是收在最高点 所以就今天的一个走势来看 这个TBK 它是不是算是一档 强势股 而且我认为哦 它不但是一档 强势股 它还是一档 没有什么人 敢买的股票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大家之前 都有一些经验啊 刚刚王娘就讲过了 很多人会说 我很怕TBK 很多人会说 我做TBK 从来没有赚过钱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 从现在开始 大家对他的态度呢 应该有一些改变 那么再来 我们再来看这三档股票 友达 金英跟TBK 他们的一个K线 友达呢 连续三天K线收黑 那么连续三天K线收黑 但是最起码 它从9月到现在 还是处在一个 往上的趋势 那刚刚王娘有讲过 其实我也不是很在乎它跌 如果你真的跌破11.9 那就把机会交给别人 所以呢 你就必须要怎样 我就必须要把它卖掉 然后拿这笔钱 去做别的股票 我觉得做股票 大家都存在着 一些操作上的压力 尤其你买了之后 你很怕股票跌 对不对 设定了停留点之后 也很怕它跌破 为什么 因为不想认赔啊 没有错吧 大家不想认赔 可是我们应该 更积极的去思考的是 如果我今天真的认赔了 它真的跌破了 我的停损价了 那我该怎么做 或者说我该怎么想 如果它真的跌破 我的停损价 我们用一个 换一个角度去想 那刚好呢 可以把这笔资金 挪去用在 别的股票身上 对不对 因为你既然没办法 让我们赚钱 那我只好呢 这一个放弃你 我只好呢 再去找下一个机会 所以如果你没有 把股票给卖掉 没有去停损 那也不可能得到 第二个机会 所以如果它真的跌破 11.9对我来说 那会是一个得到 另外一个机会 的一个方法 对不对 如果用这样的角度去思考 大家可能呢 就不会那么在乎 短线的震荡了 总而言之 该怎么做 心里都很清楚 你们再看下去 这个是有拿 再来 金英 金英王呢 成本在12.35 所以当它在这个地方 震荡的时候 其实这还是我赚钱的单子 那只要是赚钱的单子 你就不要替它烦恼 让它自己去发展 如果有一天 它真的不行了 我们再来卖 再把机会给别人 那再来看一档股票呢 就是TPK TPK这一波跌到 45.05 对于任何下跌 任何破底的股票 其实我呢 信念有一种想法 什么想法呢 很多人看公司 看的是什么 营收嘛 看的是EPS 看的是本益比 对不对 所以大家用这些东西 去衡量 这间公司的一个价值 真的其实 一间公司的价值 真的只存在于 它的营收 只存在于 它的EPS 只存在于 它的 这一个 本益比吗 我认为并不是这样 不是光用那些数字 就可以去衡量的 那也就是说每一间公司 它都有它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内在的价值 那这种内在的价值呢 当然不容易被发现 对不对 可是 如果股票一直跌 一直跌 那是不是很有可能呢 它的一个价值呢 是被怎样 会被低估 有可能 因为超跌嘛 而且市场的反应过度 所以它的价值就被低估了 就好像有些股票 它飙涨 那当然它的价值 就被高估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TPK这一波 跌到了45块 它的价值呢 应该是有 被低估的嫌疑 而且这几天呢 它的股价的趋势呢 慢慢的再往上走 成交量虽然没有很大 那这意味着 它的筹码面 还算稳定 那今天的收盘价 收盘价哦 可以算是收在呢 最近呢 这两三个礼拜的 一个最高点 所以这很可能 会形成一个趋势的转折 那一旦形成 它趋势的转折 我认为 随着它股价跌升 而趋势往上转折的话 这后面呢 很可能会有 相当大的一个空间 可以期待 下一个阶段回来 针对这个行情 我来讲 为什么要告诉各位 未来的一两个礼拜 我是采取一个开放的态度 没有像之前一样 告诉各位一定会涨 告诉各位一定要大买 我跟你说不用这样 因为行情 它本来就有整理的时候 对不对 而哪些股票 我认为 接下来呢 它是有可能反转的 它是有可能做头的 如果你想知道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沉头走顾 王老师 这创股票分析系统 今年72种技术分析指标 在您台中及时选股 做多做空 短线交易 灵活进出 无往无利 若会专线零二27525868 27525868 成东东库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成东东库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过力 独往独立 成东东库 值得托付 零二2752 5868 嘿 各位看官请注意 购买桶装液化石油器 要与商家签约保全益 如果商家拒签约 应向别家购买才合理 签订契约好处多 寡思重量不缩水 残器用盛可退费 避免纠纷免争议 未来如果不再买 还可退还保证金 契约可至消防署网站 公器契约专群下载 内疚部消防署关心您 面对未来一两个礼拜的行情 我呢是采取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 因为我认为大盘呢 它是会整理的 它就算是震荡呢 也是很合理的 就算是跌也用不着意外 当然它也有可能会涨 只是说我们不需要呢 过度的乐观 然后呢或者去预测说 这个行情它一定会怎么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怎么可能知道 明天这个盘 它是会涨还是会跌 对不对 既然不知道 就没有必要呢 这一个事先呢 去做预测 就没有必要呢 事先很笃定的呢 讲出说 这个盘未来呢 它一定会涨 或者一定会跌 接下来大盘呢 很可能它就是整理 所以那不是涨也不是跌啊 对不对 那么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我相信哦 从7000点到8000 一直到涨到9000 是不是很多人都压定说 这个盘它一定会跌 对不对 都压会跌 一定会反转 一定会做头 结果 没有一次对 结果呢 大盘呢 最后创新高 对不对 所以其实大家不需要预设立场 而且我觉得哦 大家 看到了什么 可能就会以为说 哦 这个行情就是这样 比如说哦 之前在涨的时候 很多人看到 成交量萎缩 所以就会觉得说 这个应该是空头 对不对 结果大盘在涨 很多人呢 也许看到了一些破底的股票 所以就会觉得 这个大盘呢 它一定会跌 那实际上呢 也是有股票涨了 也是有股票创新高 那就像在这里 王良的选择是什么 如果有股票 它真的在低档 而且转强的 不管大盘指数 它如何波动 我认为 绝大多数的股票 跟我们的大盘指数呢 已经没有关系了 所以呢 它是可以做多的 比如说 王良去买进了 这个友达 比如说 王良去买进了 这个金英 比如说呢 王良会员手上的TPK 今天呢 它是售在最高点 所以我认为 有些股票 它是可以做多的哦 你不见得要去理会这个盘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位置 基本上就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大盘在整理的时候 TPK有可能会涨 金英有可能会涨 然后呢 友达呢 也有可能会涨 那么 各位会发现 王良买股票 跟别人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说 很多人 尤其是很多分析同业 每天所介绍的 一定是今天 涨停满 一定是今天 最热门的 一定是今天的 报纸的头版头条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种股票 比较有人呢 这个想要看 因为讲这种股票 也许呢 比较容易收拾到会员 对不对 可是还有一个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是这种股票呢 因为看到它在涨 看到别人也在讲 所以 所以才有那个勇气 让会员去买 才有那个勇气去介绍 可是王良并不觉得说 针对那些已经大涨 或者已经喷出 的股票呢 再去做多 你在将来可以撞到大钱 因为如果可以 那大家都赚到大钱 对不对 王良不敢说 过去这一两年 有让会员赚到大钱 我也是有赔钱的 可是我会去检讨 所以我知道 现在该怎么做 那么 你们再想一想 这一波有没有很多人 拼命在介绍那些呢 已经涨很多的股票 比如说 像台象 那为什么王良要把这个股票 举出来 举例举出来 我告诉各位 我让各位了解到 其实股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不是每一档股票都在低档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 现在大盘指数在9300点附近 有的股票在高档 有的股票在低档 所以你可以选择 你要做多也可以 你要做空呢 其实也可以 这就是一种开放的态度 我们没有必要替这个盘 也没有必要替这些股票 去预设任何的立场 可是你可以观察它趋势的改变 你可以观察它股价的转折 对不对 所以你们再看下去 台象 这一波呢 涨到35.3之后 到今天为止看来的话 似乎出现了一个 往下的转折 再来哦 包括像云泰 云泰前几天 也很多人在买 突破之前高点的时候 还爆量 对不对 可是今天来看呢 似乎有一个往下的转折 包括像捕风 涨到了49.8 留了一个很长的上影线 但是却收在最低点 那今天来看的话 也出现了一个往下的跳空缺口 而且相对大盘呢 要来的弱势 再来包括像越风 那这种股票呢 很可能后面没有量的话 它是蛮容易跌的 因为没有办法持续的 以量去滚量 再来哦 包括像雨菌 这个最近也很热门 因为这里有一个高点 然后这里突破 所以很多人都下去买 对不对 我们刚刚有讲过 股票本身它当然是有它的价值 所以当股票 所谓的超跌的话 就表示什么 表示呢 它的价值被低估了嘛 对不对 所以跌了越深的股票 意味着 它的价值被低估的可能性 是越高的 那同样的哦 涨越多的股票 那表示什么 那表示 它的价 它内在的价值 被高估的可能性呢 也是越大的 对不对 所以你们刚刚看到的 是王良认为 他们有可能 是被高估的股票 那这不表示说 每一档 明天之后就一定会跌 可这存在着一个赚钱的机会 我待会再说明哦 你再看哦 这个是雨菌 我认为它有可能 被高估了 再来呢 包括像立伟 这种也是 有可能被高估了 包括像斐城 这个 上个礼拜五创新高 对不对 今天没有涨 这也是有可能被高估了 那么 现在大盘指数在这个地方 有些股票是被低估的 有些股票是被高估的 那各位想一想哦 今天我们 做任何的一个操作 当然都有可能怎样 都有可能会赔钱 对不对 因为赚钱跟赔钱 有的时候是几率上的问题 所以呢 如果 我今天稍微的分散一下风险 假设哦 我今天如果要做空 我空了五只股票 我认为这五只股票呢 都有被高估的嫌疑的话 那我赚钱的可能性会不会增加 基本上它已经在高档了 对不对 如果你设定一个停损 当然你的损失就能够控制住 那么 这些股票 因为它的价值被高估 所以呢 它往下修正 回归到它的正常的一个水准的可能性也很高 所以平均起来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会赚钱呢 所以你们再看下去哦 如果 我们先把资金 分散 去放空台向 我今天讲一个观念哦 我现在讲的是观念哦 放空台向 然后呢 放空原态 那当然有没有可能 后来台向涨了 后来原态干上去 有可能对不对 我们把资金给分散哦 放空的台向放空的原态 放空的补风 也放空的月风 也放空了宇峻 也放空了立伟 也放空了匪城 如果 我们今天把资金分散 同时去放空这些股票 同时哦 每一档股票都用等比例的资金去做 有没有赚钱的可能性 各位想想看哦 有没有赚钱的可能性 当然 里面有可能 有股票它会涨 对不对 可是往下跌的空间 可能是比较高的 那说不定这些股票呢 只要有一半 或者三分之一 让你大赚的话 你整体的一个操作绩效 那就是 就是正数 这就是我们在股票市场 应该去追求的 对不对 那么 接下来呢 往下再告诉各位哦 各位会发现 你说这些股票 往下有没有可能去抠 不可能啊 往下的股票是什么样的股票 我讲过 我们要去找的 是价值被低估的 比如说 往下去买金银 往下去买金银的前一天 当时的股价是在12块钱 所以往下那时候通知会员 再隔一天 隔一天下去买 所以你会发现说 如果 它的价值因为跌升了 这我们假定 所有跌升的股票 都有价值被低估的可能性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给找出来 这里面呢 它就会有赚钱的机会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股票呢 是不是要往它的均值去反映 涨到了14块6 那当然这两天 它在整理 那整理就整理 但是最起码哦 在帐上它是赚钱的 那赚钱的股票呢 就能够照顾自己 再来呢 你包括看到我之前 代会买的VHQ VHQ那时候跌到多少 127.5 往良通知会员买了138 今天我讲的不是本益比哦 本益比那时候还有28倍啊 很高啊 对不对 我谈的是什么 它的内在价值 当股票跌得越深 被低估的可能性就越高 对不对 后来呢 股票就大涨了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往良要告诉各位 针对接下来的行情 往良采取的是一个开放的态度 如果你想跟着我 积极地去操作 保住每一个机会的话 我欢迎大家 在节目结束之后 能够拿起电话 来加入我们操作的行列 最后祝各位 未来做股票都能够大赚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